Coc 柱絨鐮刀 我有想了一個 你聽聽 奧術烙印火鐮刀 拿柱絨的 你不覺得聽起來很棒嗎 那還等什麼 靠北啊 拿這一根比較炫砲 星空柱絨 靠北 確實是蠻炫砲的 烙印的頻率和失速要拉高 不然砍很慢 我跟你講我最近這個 我跟你講用 奧術烙印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不要失速 因為你看喔 我正常我放鐮刀 是不是就是 該怎麼解釋 就是我然後放一下出一個鐮刀 對不對 那我今天用奧術烙印的話 是不是我丟兩個 就等於有兩個我在放鐮刀 等於是奧術烙印這個輔助寶石 對我來說是接近 就是直接加了一倍的傷害上去這樣子 你雙持激情奧術迅速烙印砍很快 可是你用迅速烙印的話 他不是一下就沒了嗎 我自己在手撕一個奧術烙印 欸不是我自己在自撕一個鐮刀 幫他疊球啊 懂 我可以一邊奧術烙印 我在自己一邊割啊 奧術烙印殺死怪會斷你的球嗎 欸對我有這個疑問欸 奧術烙印是不是不會 欸不 用觸發的不會幫我疊 對不對 不會幫我疊球 那用觸發的會幫我把球吃掉嗎 喔被簡易影響只死去 喔那樣的話好像會喔 他這把帳如果後綴是失速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物理加 物理加飛混這一條 我是不是可以拿來戰法 收起你的想法 你試過了 火化冰川乾那賽 不是啊你當然要乾那賽啊 媽的飛混你火化 我懷疑乾那賽的不是冰川是你 你這一把就是誤轉冰 不飛混 好不好 含冰轉烈焰配 好好講喔好好講喔好好講喔 我們再給你一次機會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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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425 鑄龍多少啊 有沒有人可以貼一把鑄龍給我看 他的點傷跟鑄龍差不多啊 但是鑄龍加200%爆 加50%物轉火 還是單手還可以拿副手 他越講越賞心欸 WTF 越講越不對 越講怎麼越差越多 欸我跟你講這把的特點就是他可以飛混 沒錯他可以飛混 但是重點來了 我拿一把例如說隨便一把單手氣劍 欸等等單手氣劍的話沒有法傷 那這把還是有他很厲害的地方啊 你們看喔他這一把等於是 他上面有425點的點傷 以外他還給了你法術傷害 對不對 那還有飛混 其實很多東西欸 等於是他除了點以外他還有法術啊 對然後我們用這一件的話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骷髏馬克 然後獵人之星 然後項鍊也可以飛混 然後我們轉兵 對不對我們誤轉兵然後開震恨 拿完兵鐮刀 然後玩兵鐮刀 收割你的頭髮 追憶誤轉兵的手超貴 還好啦我們大不了戴那個手套就誤轉兵了 然後再 然後再 還行啊還行 為什麼誤轉兵的那個手很貴啊 66點了就點完 你要怎麼轉兵一個三項再加一個手 手套不就100%啦 手套50啊 手套50 三項 40還 我記得三項有到50還是40去的我忘記了 喔你底下做 你是說 隱匿到35 你的意思是說我要開始一直隱匿 一直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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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很多隱匿C啦可以先點看看啊 幹勒 這麼high嗎 所以隱匿到可以35 所以這一把的話算起來是 35加25的話是345 60加40 來啦 Here we go 還蠻漂亮的耶 還蠻漂亮的耶 WTF 還能打血 還不錯喔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100%轉兵了 天賦長這樣太 不好吧 這樣太簡陋了吧 要走到這裡啦 要走到這裡才有神桿可以插啦 這裡血要點一下啦 好啦最多就這樣了啦 1 2 3 4 5 這邊1 2就到了 雙震恨帶斬傷 這種東西存在嗎 哇幹真的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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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差不多吧 他就到了 看了 看了 跟你說我出了就很準喔 沒有他兩池都是不強的池 他如果是帶一個爆的話就 大概就110了 他的問題是他兩池都是廢池 不是廢池但是就是不強的池 所以這個價格是很正常的 他沒有穿沒有爆 真的真的差不多 信我 來 40%謝謝 哎呀 這是不是很難骰到40%啊 幹25到40也太難了吧 而且一定要滿耶 好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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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銀行 不准銀行 不准銀行